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錄製所謂的聚集 聚集的話,其實白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我滑鼠鍵盤的動作 它會幫我怎麼記錄下來,轉換為VBA的程式 所以其實聚集背後也是VBA的程式 那只是差別是這個部分的話是以Share幫你寫出來的 也就是你不用寫 但是你要學會如何錄製 錄製也不能亂錄,因為如果你錄錯了 它等於會把你做錯的動作也記錄下來 另外的話我是建議,錄製完之後 你也要慢慢看懂它背後到底錄了哪些程式 因為如果你看得懂的話,你才有辦法做修改 因為有些時候你的程式,你現在錄的動作 有些時候沒有辦法符合未來每次的運作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些程式上的修改 所以你慢慢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學會如何錄製聚集 並且知道說這個程式放在哪邊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程式裡面加一些註解 讓你也知道說你到底錄了什麼動作 OK 我們來看一下首先 第一個,如何錄製聚集 你會發現,在Excel的預設環境裡面 它是沒有所謂的錄製聚集 那個功能跑去哪裡? 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功能它是先把它躲起來 也就是它認為說大部分人不需要 所以它就沒有把它打開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現在用那個Office 365最新的版本 它已經預設就打開了 不過是最新版 所以為什麼它這個邏輯蠻奇怪 以前的都不開 後面才開 是不是未來的人 他會認為說未來的人都需要 那以前的人都不需要嗎? 可能慢慢大家都進步了 所以第一步 假設你使用的是舊的版本 也不能說舊的 2019也是沒開 新的Office 365才開 所以如果你用最新的 那就不用去找了 應該預設就有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在上面這個箭頭 點一下其他命令 找到制定功能區 這個功能 那你會看到右邊的部分 有一個叫開發人員 那這個部分你請你把它打勾 新版就不用 舊版都要,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在上面呢 會多出一個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頁面標籤 叫做開發人員 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把它打開 否則你沒辦法錄製聚集 你也沒辦法看到你的聚集 你也沒辦法看到Visual Basic OK,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步 先把那個開發人員叫出來 不過相對的 一般如果會開這個開發人員 那表示說 其實理論上 你應該是開始學習 有沒有 程式了 不然的話 應該就不會開啟它 所以一般你會發現 那個 辦公室裡面很多同事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他開的話 表示他應該已經在用了 OK 表示他還知道該怎麼用 但是呢 如果沒有用這個功能 他應該沒有開表示他 所以這個應該也象徵什麼呢 效率的高低 所以你也看一下 同事之間有沒有開這個功能 第一步把它打開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們學會如何錄製 但是不是叫你馬上按下去 因為你按下去有點像是 一台攝影機 按下去就表示開始錄製 所以哦 如果你怕錄錯的話 請你先彩排 那彩排的話盡量就是說 有點像一個腳本 比如說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先演練一遍 再開始錄製 所以呢 未來我們會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也許叫什麼 就是這個 就是把這個公式 填上去自動幫我填滿 一個按鈕就清除 這樣會比較有那個 好像有加上去有清除的感覺 所以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把公式 輸入之後向下填滿 那一個是把它清除 所以我們先做那個什麼呢 輸入公式的動作 一游標放在一、二儲存格 二的話呢 那上面公式不要刪掉 直接把游標放上面打勾就好 表示說把公式輸入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就是在空點快點兩下 這樣就完成了 三個步驟而已 OK哦 審議起來嗎 一、二打勾 三快點兩下 這樣子 等下彩排一下再錄哦 不要隨便亂 第二個的話清除 好 那清除的話是 一樣其實差不多 一游標還是放在一、二 二的話呢把它全選起來 那全選哦 建議不要用那個滑鼠這樣選 為什麼? 因為要選很久 不然就會超過 有沒有 我是建議這個時候呢 請務必記得所謂的快速鍵 向下整個選取怎麼選 還記得吧 Ctrl Shift向下 這個快速鍵 可能還是要必須記得啦 為什麼? 因為如果將來你知道量大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好久拉不到 OK Ctrl Shift向下 如果說你要整,整個選取的話 其實還有什麼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比如說你知道 這個是蠻常用的 另外的話還有Ctrl,不要Shift,Ctrl向上 Ctrl向上的話,就會移到這個範圍的最上 Ctrl向右就是最右,Ctrl向下,上下左右 也就是你可以按下Ctrl就可以在這個範圍之中做這個移動 另外的話順便講一下,如果你Ctrl向右 如果這個時候又再向右的話 它就會移到你現在工作表的最右邊的 也就是說這一欄,叫IV 那請問一下這一欄是第幾欄呢? 講說ABC,其實就是什麼 再來就AA嘛,再來什麼BA,CA,這叫IV 請問IV是多少,多少欄呢? 意思其實就是,請問Excel的工作表最多可以容納幾欄? OK 如果呢,總共可以容納幾欄比較簡單 Ctrl向下,有沒有發現? 不對啊 這個什麼6536,原來我們這個是香榮模式 什麼叫香榮模式呢? 就是現在是,這個檔案是2003的舊檔案 所以如果舊檔案,當然跟各位講一下 IV是幾欄呢?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只要學會一個函數,答案就出來了 請問哪個函數呢? 這個時候可能要換了查閱與參照 裡面的哪一個函數? 對,這Color Color的話是懶的意思 如果按確定,再按確定 它這邊就出現了256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這個是2003版最多藍數 但是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用那個最新的是 2003以後2007以後的格式 是XLSX的話 你可以這樣,另存新檔一下 我把它改成什麼? 用那個,因為剛剛是97到2003對不對? 這舊的,把它改成新的 Excel活業部,你把它直接存檔好了 OK,好 我看存檔完之後 應該可能還要再重開一下 把它重開一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最大的列數哦 差多少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像256有沒有 本來是256藍對不對 這時候Ctrl再向右 變這麼多了 XFD,請問是多少? 當然不這樣沒關係 你至少要知道有個函數 叫做什麼呢? Column 哪一藍? 所以哦 如果你要問你說 以前2007以後的版本 最多容許多少藍? 就這個 16384 那最多容許幾列? 剛剛是6536 就6萬多筆而已哦 那如果是新版的話呢 Ctrl向下 就可以知道了 1048576 意思就是多少? 104萬多筆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如果人家問你說 那Excel可不可以拿來當資料庫 其實是可以的啊 但是會有一個限制 資料庫哦 筆數沒有這個限制 有100多萬筆 但是Excel如果拿來當資料庫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最多 只容許104萬筆的資料 也就是104萬筆 1018576之後 就放不下了 那怎麼辦? 那不然你就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要知道 Excel到底有哪些做不到的 不能說無限上缸 Excel就全無無敵了 沒有啦 它有弱點的 但是如果說你的需要 100多萬筆啊 湊湊有餘 那就夠了 那一般人數100多萬筆 哪會不夠啊 你放得了100多萬筆 你放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 但如果說你的資料超過這個數字 我強烈建議你用資料庫 OK 我不是說你今天什麼東西都可以啦 不是因為我教Excel 然後我就說Excel是萬能 什麼都沒有啦 它有弱點 我要告訴你 它其實有點弱點 還有什麼弱點 它跑的會比較慢 不過因為 現在電腦我剛剛講過 現在電腦都跑太快了 所以以前它的弱點現在都不存在了 以前還會跑到那個畫面白掉 然後就當掉 現在說真的要把它弄到當掉還真的很困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Excel好像現在都穩到不行 很少遇到像以前會有跑到當掉的問題 所以以前是缺點的問題 現在慢慢就不是什麼太大的缺點 這個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剛剛我們開開發人員 然後把這個錄製聚集 所以我做了總共有幾個demo 這個是demo之後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做錄製 錄製部分的話就是彩排完 所以我剛剛彩排動作做一遍 那我就錄製一個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做串接好了 名稱這個自己加一下 串接好了 簡單一個名稱 那串接就是什麼 按確定之後 我就把剛剛彩排的動作做一遍 就錄下來 按確定 1有不要放在1、2 然後2點上面一下打勾 3快點兩下 好這樣就OK了 停止錄製 第一個按鈕產生 第二個按鈕的話就是清除 所以清除已經點旁邊一下 那我們開始錄製 清除 清除 好 一樣喔 按確定之後 就不能NG了 特別是油標先不要放1、2 1、2就NG了 要重來了 重來沒關係 你就重錄 蓋過去就好了 按確定 1有不要放在1、2 2怎麼樣 Ctrl、Street向下 這個快速量要記一下 3 清除按Delete 3個動作 好 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呢 記得喔 停止錄製 因為常常同學錄完 忘了按停止 然後又開始一直錄 錄好多 OK那不對啦 就停止了 錄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的程式放哪裡 很簡單 聚集 這個時候呢 就會出現兩支程式 如果你要讓它重新執行 按執行 如果你要編輯 看程式 就按編輯 我們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串接嘛 按一下執行 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清除 執行 OK 那如果你要看程式的話 就編輯它 它就會怎麼樣 這個可以展開 它就會把剛剛錄製的兩支程式 打開起來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啦 就是把剛剛的程式 從這個VBA開啟 那它的結構一定是放在模組裡面 會有兩支SUB 有沒有發現 第一支SUB叫做什麼 串接 那結束的位置哪裡 END SUB 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的結構一定是SUB開頭 END SUB結束 名稱在這裡 程式在這裡 OK 那清除的話就是下面這一支的 有沒有 SUB 然後名稱叫清除 然後END SUB 所以以後如果你寫完的程式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修改 那至於怎麼改 我們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重點回憶 1.1要記得彩排 1.1要不要放這邊 然後打勾 向下填滿 一個清除 那做完錄製之後 記得從這邊去做執行 不過應該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很不方便耶 最好是在旁邊可不可以加按鈕就好了 不然以後還要再從這邊去找 有點麻煩耶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剛剛的這兩個 執行有沒有 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請各位找到在哪裡 一樣開發輪的下面這裡 然後在左上角有按鈕 有沒有 那你就直接按下它 像小畫家一樣 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放開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 將來按下去要執行哪一支聚集 就串接好了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起來好了 為什麼複製呢 你按確定就知道了 因為它叫按鈕1 那你只要把它點一下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串接 有沒有 那清除怎麼做 一樣 再做一個 清除 然後複製清除 然後把這個名稱放上去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其實你什麼事都沒做 只有錄製而已 但是其實這個work 但問題 後面其實還有蠻多延伸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記得 其他命令這邊找一下 制定功能區 外面先還給各位 好啊